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1年5月18日,星期二拍片和大家跟進技術市場的技術周勢 和波浪分析,首先看看恒指日線圖,恒指日線圖看到今天就高開了然後就去修陽足,最高位去到接近那條34ma,看到最高位是28617點,34ma就是28643點, 差一點點碰到304ma,去到這些位置,空間就暫時不太多,短線就不太多,因為小時圖的STC就去到很高,數值已經去到94了, 最近就去到100,所以就這樣看下去,再上的空間就不太多,也都接近要回了,如果這兩島,因為收窄得很近, 所以一死差的話就會有一下調整,所以暫時如果看這個小時圖的STC去到判斷呢,就應該是, 就是明天下跌的機會都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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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今天都升了400點差不多,所以明天做回 調整,但這個調整,也很似乎是走什麼浪的,如果在走這個五浪的話,明天這個星期的調整就是,只不過是做這一支,周線這一支揚燭的調整, 如果在走這個日線圖的YB浪,如果是完成了的話,就會走YC浪,調整就會大了,如果在走YC浪,即是YB浪,在這些位置完成了, 如果在走YC浪,小時圖的STC又會跌到30下面,就是這樣看法的,所以現在,究竟是,明天的死差所做出來的調整是大是小,暫時都不能說,說不完,只能夠是,判斷到,明天就算是破今天的頂部也好, 因為它,始終現貨都是還未死差的,所以也不排除,它是有機會明天再破一破頂,先再回,也可以, 當然,看看今晚美股是怎樣走,因為它這些位置,慢線都高,慢線都其實很高, 所以,也都是可以是,譬如說,低開的,即是明天低開,然後再落,也可以,這些情況都試過,所以這些位置,暫時判斷,上面的空間又不多, 那麼,短線的調整的機會就大,因為它這裡,很大機會都是做一做四叉,它調整可以是去到70附近又上回,也都可以,或者去到50分,甚至乎30也都可以, 那就是,好視乎它究竟是在走哪一個浪,它在走5浪,還是YB浪完了,那就走YC浪, 那又看一看,看看3分鐘圖,那看到3分鐘圖,那它這裡調整, 調整13MA和21MA看看, 高開了,然後繼續向上衝,那到高位回落,回落去到,即是它都曾經收回在21MA下面, 那這裡這條是13MA,黃色這條,那就是在這些位置就已經收了在13MA下面,那到這裡這些位置,再進一步收在21MA下面, 就是那個,那那的Day High,那就有機會出現,那讓這裡,那這裡呢,那就是有機會是做了全日的高位,那看到一隻在上面的位置在横行,那一隻在上面,那些位置在横行,那一隻到他收視應該都是沒有跌穿的 今天的走势就是这样 看看上证指数的走势 或者再看看期货图 看到YB浪也是很大机会反弹了YA浪的一半 甚至乎是0.6100 现在就去到一半 50%的位置 看到50%的位置是28458 今天曾经升穿过 在0.5比例以上 看到是有阻力的 会缩一缩 看看今天会不会收到在这个比例下面 如果收到在这个比例下面 稍微有点偏淡 走势偏淡 看看这里走上去 像是什么浪 有点像是5浪 就是这里 走1浪2浪 这里是3 这里是4 然后是5浪 如果是5浪 如果是5浪 就比较像是这边这个 这边这个走法 就是这里是5 回了一点 回了一点就是2浪 再上去就是3浪 这个可能是大的5浪里面的3,4,5 就是这边的1浪 就是这个大5浪里面的1浪 就是这样的 暂时来说 要看一个调整 做成如何 暂时如果是调整的话 也像是调整一半 即是调整 明天调整有机会到28,000附近 这是期货 期货是28,000附近 看看现货 如果是现货的话 就是28,160点左右 这个调整有机会到28,160点 看看它会不会收到下面 就是它回到这些位置 如果跌穿少少收到上面 那就是回调再上的机会就比较大 就是这里是一个1浪 然后跌到50% 就收到上面 站得稳 再上 那就是它走1,2,3,4,5 那就构成了一个大5浪里面的1浪 但是如果它这个回套是收到50%下面 或者甚至乎再收到61.8%下面 收市 那就有机会是走这个 有机会走这个YC浪 到时就看看它回套有多大 看看上正指数走细 看看上正指数的周线图 看到它的MACD 它是在缩终的 这个HIST图的缩终 就是这里越缩越小越缩越窄 这样的 那就像是这里会是金叉的 稍后就像是金叉 那如果是这样 就是说它是 就是继续在做阳烛的 周线 那暂时就试了 今个星期试了这个回套的50%位置 那是可以 如果看过纯粹用的MACD判断 就像是今个星期可能收到50%以上 下个星期就看61.8% 就像是收到这个比例上 下个星期就向上再看0.618的位置 日线图也是收到阳烛的 收市都是5MA上面 也都没有碰到5MA 即是说走势偏强 走势也是偏强的 在这个位置开始就 只行5浪结构 即是说1 2 3 4 5 就算明天收阳烛也好 也还有5浪出的 那当然也都如果 明天收阳烛也是处于3浪 如果明天收阳烛也是处于3浪 如果明天收阳烛也是处于5浪 如果明天出殊� lub escuela 如果明天收阳烛也只有5浪 我连词之后 Safari 就会有5浪 即是说也是在上阳梯2 看看杜子的走势 杜子昨晚做了一个回套 回套是站稳到89ma 站稳到4小时和89ma 然后再破顶 如果看MACD就像是同一个浪 这个浪是分成ABC 同一个浪 但STC就是同一个浪 分成ABC 如果这里死差 就应该是确认C浪 就是确认C浪做完 因为这是ABC 只要C升穿A 已经成立了 就算没有升穿 如果C是B的90% 以上 已经成立了 暂时是反弹ABC 可能是完成了 如果这里跌到5个浪 如果这里跌到5个浪 这里是A 然后这里完成B 然后走C 同样也是535 所以这个呢 这位可多可少 这个C浪 可以去到B浪的90% 也都可以 最少 最基本的90% 就是大概这里 这些位置 当然也可以多些 都可以 多些就和A浪 是成一比一比例 当然这里也有 第二个可能性 就是这里是一个1浪 这里是2A2B 准备做2C 接着就会是 开始回到3浪 也有这样的机会 看一看 这个 调整下来的一刻 做成 如何 看看小视图 小视图 昨天就 跌穿了移动支持 但是没有收穿 看到移动支持 在这个位置 看到它也是 跌穿了 但是没有收穿 在下面 就是没有收穿 移动支持 下面 所以就可以 又再上去 再上去 还有就是 它也去到 跌浪的 retracement 看看 它曾经收过 在0.618上面 其实也有可能 会去到0.764 但是没有收穿 在下面 没有收穿 在下面 就是说 可以再破一次 就是这样 看看 这个小视图 就是后面的移动支持 如果这里的移动支持 收穿了 也是偏淡 这个小视图 就像是上去 一个 1 2 3 4 5 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符合了 这个小视图 就是5浪的结构 就是5浪结构 就是这支 一支 音笃 已经收穿了 收穿了 这个移动支持 所以暂时都 确认到这里的5浪 是完成了 如果这里的确定是5浪 那就比较像是一个 A B C 那当然 也都可以是 就是刚刚 如果是这里 2A 2B 也不是很像 因为2B 也不是5浪结构 除非这里是 数错一浪 但他也可以是一个 他也可以是 这边 直到这里 是行了 5浪结构 那就要回套 这里的一半 左右 就是调整是 在这个位置 开始 调整是在这个位置 而不是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就调整A B C 又会再上 也是另一个的数法 这边 这里是1浪 这里是2浪 这里是3浪 1 3浪 2 也可以 但是他就不能跌穿这个底 调整可以是比较深 但是 如果没有跌穿这个位置 其实也可以是 这里又是一个1 2浪 继续上3浪 如果是一个反弹 然后要破底 这个位置 就不应该再升穿 这个位置 就不应该再升穿 不应该再突破 所以暂时看 最少 最少都会是 调整这个浪 一半 最少 这个浪 暂时 0.382浪 都未到 最少 都还有这个空间 这里这么多 的水位 暂时 暂时 就是这样 这样数 这个浪 看看黄金的4小时图 黄金看到 由这个位置 开始做了一个调整浪 5浪 1 2 3 4 5 5 浪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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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收穿1865以下30分鐘圖案也有機會去到1876那些位置 差一點 昨晚的高位是1874左右 也可以留意4小時圖案是5mm 如果收穿5mm下面收市可能會出現這裏的調整 暫時還沒有4小時圖案也站穩到5mm 也可以留意4小時圖案的時間周期 21轉折是8小時後就是21轉折 從低位數上去 看會不會是那些位置轉向 看看原油的走勢 原油看到就升穿了這個月的高位 但應該是未升穿3月份的高位 是未升穿的 3月份的高位是未升穿的 即是它在這些位置跌過到89mA 在前面瘦了 瘦了就跌到89mA 尋找回支持 但仍未升穿的高位 再調整一下 再拿回大一點的MA 144mA 再找支持 這些位置終於是 可以升穿前面的高位 暫時看到4小時圖案的移動支持就是這個位置 大概64.84mA 如果沒有收穿這個移動支持 走勢也有機會是一級一級上 就像是有個五浪結構出來 1個1 2 3 4 5 量度一下 會不會有機會完成了這個五浪的 有些比例都到了 這個五浪是一浪的 2.618倍 看到黃金比例都到了位 可能要留意再短線的移動支持 去到五分鐘圖的移動支持就收穿了 看到是大概這些位置 看見都收穿了 收穿了也是走了調整廊出來的 收穿了之後也走一個A B C 都可以說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做紫舌 向下面看都可以 直撥的 看到這裡也有個55轉折 由4小時圖 由這個位置 由這個頂位到這個頂位 有個 有個55轉折 所以這個位置也可以撥一撥 撥到頂部也行 這裏是4小時圖的55轉折 即是說這裡是一個4小時圖的55轉折 即是可以是 即是有權在這些位置開始有個 跌浪 看看美元指數的走勢 日線圖都是在出大陰燭的 日線圖是在出連續兩天的大陰燭 看看小時圖 小時圖的移動阻力也沒有收穿 移動阻力方面是這些位置 接著就是這裡 接著就是這個 然後就是這個 然後就是這裡 然後就是這裡 看到暫時這些位置 和最近的移動阻力 都比較遠 小時圖 即是暫時就不像 未試見底 可能最少也要再做多個移動阻力 例如今個小時是收陽觸 下個小時是收陰觸 移動阻力就由這個位置 就移到這個位置 到時就只要是收穿這個移動阻力 走勢就轉好 暫時看下去就未見底 可以拿回他的 看看浪與浪之間的比例 看看他有機會去到哪些位置有支持 可能要去到89.437才有支持 就是這裡這個 跌浪和後面這個跌浪 就是成一比一比例 今天這條影片就拍到這裏了 總之可以給個like 還沒訂閱Youtube 還可以訂閱 也歡迎分享給朋友看 也可以加入Youtube的會員 或者Patreon的會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